大家好,我是大树 老王就嘲讽残疾人出来道歉了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了 反正我听完之后就觉得 老子没错,错在法轮功 真是无赖 然后老王继续拉仇恨之 所以作为非正常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 我想有必要 咱们把老王作为一个经典的案例 来进行研究和探讨 我们知道这两天 网络里有人把老王的公司家庭地址 还有法人都给曝光了 而且老王的前员工 竟然跑到最看不惯老王的王外水那里吐苦水 说老王苛扣人家工资 也就是说不爽老王的人大有人在 至于说公开信息确实很危险 这个是一定的 可是如果老王不是大外宣 那么他的危险基本就来源于红社会 但是我不明白这和法轮功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就一口咬定 这些信息是法轮功干的 我发现这么多自媒体当中 最关照法轮功的人要数老王 恨不得三两集就出现一个法轮功 然后拿出来踩两下 不知道是不是有任务 凡事都得招待着法轮功 而且我不明白老王对法轮功为何有如此深仇大恨 我想问一下 这群人在墙内都是被割零件的主体 他们如何能从被害者变成主刀医生 给老王亲自动刀 你说要动刀呢 无非就是做个整容手术 而且还是还原老王的 所以我就问他老王 他敢不敢承认这群人的零件有被割 你这么正义的良知调查记者 你竟然不做这些报道 而且这群人也是受害者的相当大的一部分 是吧 那么作为调查记者 老王关于法轮功那集 听的人都知道 你老王一点调查的内容都没有 在民主世界里 我还真没见过吃了肉还不吐骨头的人 老王呢 是让我大开眼界了 那我就想知道 老王职业生涯的伟大存在 难道就是嘲讽陈律师 打倒民进党 哼词法轮功吗 每次听老王打倒谁 就好像在说 老王是受害者 就老王有人情味 就老王不是红社会的 我知道啊 今天我做这番言论呢 肯定也会招来很多不干净的东西 但是那些天天叫民主的人 你无论接受不接受法轮功 要走中国式民主 法轮功这块的存在 你就必须得面对 可是你接受不了法轮功 那你根本也没想过要走民主 那你不还是要走红社会的那一套制度吗 而且世界上这么多套制度啊 你告诉我目前最适合人类的是哪个制度 虽然呢 我也常说民主啊 也不能说好的那么绝对啊 也有很多问题啊 但是目前为止 民主相对而言 是最适合所有人的制度 而老王不放弃共产 就是因为他想当共产的接班人嘛 那这里呢 我也要说啊 我不想跟任何人掰扯法轮功啊 也不想探讨民主啊 所以不要留言炮轰我啊 要炮轰呢 那就就老王说事啊 因为我是就着老王的观点在延伸的 那么接下来呢 才是重点啊 这里呢 我要回答那位 问我敢不敢找出 老王是大外宣的证据啊 听好了 老王说啊 他的员工哎 都是从大陆引进日本的啊 我听这话呢 就有点吓到我啊 为什么员工你非要从大陆引进啊 日本没有吗 其次啊 如果他引进的大陆境内员工 害怕自己被曝光 而被红社会查水表 那么为什么啊 他们敢冒着生命危险 去投奔反贼老王 这是不是在投奔境外势力啊 在国内啊 至少你要判他个叛国罪啊 这是灭灵之灾啊 所以老王说的员工这句话啊 是不是在不打之招啊 是不是在自消矛盾 这就好比说 老王说自己有危险 结果还能回国是一样的 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啊 谎言是不禁推销的啊 一个谎言一出 你得用无数个谎言 去无缝对接 你才能圆谎啊 甚至有时候你都圆不下来 而且每次圆谎的时候 你都得推翻之前的谎言 再有 老王嘲讽陈律师 在台上的真情流露啊 说是民进党在利用陈律师三情 老王此时此刻的真情流露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这是在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 在做三情炒作呢 他要这样套用丛林规则 全世界都是混蛋啊 就只有他老王是正义良知 还有台湾的朋友们 既然打钱给老王赔礼道歉啊 我也不能说啥啊 因为这个是一厢情愿的行为 但是我善意的提醒啊 你捐的钱 如果对方连感谢都不说声啊 这种人就是不知道感恩 对吗 哪怕给他一分钱 他也得说声谢谢啊 这个叫做尊重 叫做感谢 我知道啊 我这样说啊 老王的粉丝会酸我啊 确实也来了很多人骂我啊 我其实看到老王言论之后呢 我应该歌颂老王啊 他是整个世界普世价值啊 不但是华人之光 亚洲之光 世界之光 宇宙之光啊 就跟那个红社会是一样的 都是宇宙之光啊 这才对啊 我怎么能质疑老王呢 我怎么能批评老王呢 我作为一个 从来不了解红社会的人 从中国来的人 我怎么能对老王的为人 只是画脚呢 太不自量力了 老王接下来 我也不能再吐槽了 危险 好了 我是大叔 我们下个视频 见 我感觉 隔壁有老王 太可怕了 媳妇 老王没来吧 谁老王啊 隔壁老王啊 来了 你来了 你别出来 老王来了 不说了 我得 我得 哎呀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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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